欢迎大家收看他们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Mimi,罗敏庄 今天继续和大家一起重吻一下1997年 香港电台制作的一个单元剧系列 《打公仔》 其实香港人的工作压力真的不少 有很多人都会很拼命地赚钱 希望可以赚多一点改善自己的生活 不过赚钱的同时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健康呢 一个人如果没有健康 让你在工作上有多大的成就 或者赚多少钱都好 其实都是没用的 就像今集《打公仔》的主角那样 一个年轻才俊 以为自己的事业会一直一帆风顺 但他偏偏在事业高峰的时候遇上中风 中了风的他 身体机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工作也需要即时停止 事业如若方中的他 究竟如何面对着这么大的打击呢 而他在康复和日后工作的道路上 又会遇到什么困难呢 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声音 所以我们一起去听腻宇帐 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声音 我们一起去听他的声音 不要說話, 上車, 我請吃飯 威哥, 叫阿嫂出來 新婚這麼久, 都不叫她出來見兄弟 真是不夠好朋友 是呀 不用你教我, 早就叫她吧 學校大考, 改卷 真是羨慕死人 你看現在阿威, 有車又有樓 還娶了個美老婆 是呀 是呀, 你什麼時候弄回足球隊 是呀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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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別這麼誇張 當然我的籃球隊也差不多 籃球隊也好 你這傢伙, 當嫂生兒子機器嗎 那又不是這麼說 趁年輕, 當然要積極一點 高先生, 又有人請, 我們喝吧 是呀 跌了就行了, 還不開車 開車, 別客氣 來,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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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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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來 好,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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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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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根據我們看舊的紀錄 他本身是有畸形血管的 我們相信他這次出血 跟他本身的老婆的畸形血管是有關係的 他做過加馬刀的 是呀, 已經兩年多了 雖然做過加馬刀的畸形血管是縮小了 但是仍然有出血的機會 根據我們現在的判斷 他應該盡快接受手術 將乳血清除 還有我們會把畸形血管一起拿出來 預減低再日後出血的機會 食證 那麼空馬刀 我們先看看 lusive 酷 為甚麼呢?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就好起來了 為甚麼我天宇這麼對 你早知道警官有事了 要不要幫忙, 我們幾個都會幫的 你幫我幫你跟公司請假, 好嗎? 你放心 老公, 你醒了 水 來吧 慢慢喝 你不要這樣 怎麼樣? 你很辛苦 老公, 老公, 別這樣 醫生說你會後悔的 只要你做物理治療就行了 你會後悔的 老公, 救死 救死, 救死 公司, 斯蒂幫你請假了 老公, 你休息多點 你剛才做完手術的 阿丁, 醫生怎麼說 醫生說兒子一輩子要坐輪椅了 走得回來, 乘得好嗎? 沒想到, 要忍去保留 不算了 還好, 真好 阿丁 阿丁, 你幹甚麼? 我不想整世要人照顧 甚麼整世要人照顧? 阿丁 阿丁, 我們是夫妻子 就算是也應該吧 我們結婚從小時候 無論生老病死 我們倆都是在一起的 阿丁 我故意在報紙上給你看 你看看 阿丁 阿丁 人家想得更加比你重 他未免得更好 可是我都能面對 你為甚麼不可以 你沒有理由放棄的 老公, 你聽我說 你沒有理由放棄的 你還有我 老公 你不要我 我不是在想 你真是想要做嗎? 我沒有, 我只是想要做 我不是在想要做嗎? 你做的? 我做的, 要做的 我做的 你做的嗎? 你做的嗎? 我做的, 你做的 我做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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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多多一點 是, 拿起它 是, 拿起雙腳, 用雙方方筷筷 自己來, 是, 自己來 拿起它, 是, 預備起來 1、2、3, 是, 用力, 用力 用力一點, 再高, 拿力一點 是, 再來… 拿力, 你高一點點, 高一點 用力抄著, 拿著雙腳放上來 是, 放上來, 是, 你穩定 好, 1、2、3, 拿著雙腳上前 是, 站直, 再來支撐 是, 拿著雙腳放上來, 這樣就行了 今天走得好很多了 獎尾, 拿起雙腳 吃 抓 吃 吃 阿嫂 媽媽, 拖著雙腳, 把雙腳拖著 是, 是, 走得回來, 什麼時候 幾天了 幾天了 阿嫂, 我們下個月就預約一場比賽 見了阿Roy的 好啊, 我就拿了 喂, 阿May 誰啊 我是阿Roy Roger在這裡嗎 是, 總經理正在開會 哦, 那好, 我稍後再打你 謝謝 喂, 阿May Roger為什麼還不回覆我 總經理正在開會 喂, 阿May 阿May 阿Roy Roger為什麼還不給電話 對不起, 總經理出去見客 已經兩個月了 阿榮公司有沒有叫他上班 我想現在要採取主動了 記一下, 把律師信給你的公司 看看有什麼反應也好 只是律師信, 我想不夠了 你先收拾主動了 謝謝 謝謝 據我說呢, 應該商管齊下 我就找了一個議員了 我打算和Roy一起去找他談談 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到手也好 照的, 你一直都請病假的 職位是應該得到保留的 公司方面是沒權讓你復職的 問題就是, 他們一直都拖著我 我沒理由無料期等下去的 好, 不如找勞工處出面吧 我想不太好 又議員, 又律師, 又勞工處 老闆不能下台, 還不能回頭 我想呢, 不考慮得這麼多了 最重要的, 盡快就爭取到復職 是呀, 要試試吧 別想太多了, 我們會支持你的 老公 老婆 有信, 你看看 老公, 我在你公司的 謝謝 老婆 老婆 你怎麼了?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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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甚麼, 為甚麼不開箱 那是你 終於可以上班了 早安 早安 John 早安 早安, 出院了, 沒甚麼事吧 沒甚麼事 幫我先把文件打去, 趕著要的 這陣子很忙 晚安再談吧 好… 早安, 回來了 Judy 我部門的那三叫俠呢 他們已經調到另一個部門了 那我部門還剩下甚麼人 不好意思 Judy 各位早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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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部門的工業主任呢 會由 Steve負責 所以 我們中國開拓市場的計劃書呢 會由Steve全權管理 Steve, 做得好不好看你 放心 還有一件事 Roy會在今天回來幫我們忙 但他仍然在商業部門 大家有甚麼問題 恭喜你, 謝謝 謝謝你 早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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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了Steve去跟 也對的 我不在公司這麼久 事情都要有人做 Steve他做得事 剛剛他升了做Marketing Manager 不要緊,慢慢來 我沒事 那還好可以多點時間陪你 以前經常都沒空陪你 我去衝了 蕭先生,劉先生給你的 謝謝 我去衝了 蕭先生 你的酒店,大人 這是甚麼意思 Roy,我在見客人,明天再跟你說 我不要明天說 有甚麼今天跟我說清楚 不方便我們出去 不好意思 Roy 為甚麼要我寫日報報告 我知道 我現在手腳說話沒有以前那麼好 可是我不努力嗎 我朝朝七點就回公司 每晚做到八、九點 你還想我怎麼樣 Roy,我知道你博了 但是這些公司新政策 上頭加大落我也沒辦法 你是這個部門的主管 所有事都要經過你的 Roy,你明白我的身不有機 蕭先生 阿駱先生 阿駱先生叫我交給你的 阿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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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玩得很開心 沒甚麼 你還欺騙我 我親眼看見你以前的男朋友 把你送回來 不錯,又幫你拿東西 又細心又四肢見…見傳 甚麼 我喜歡 我剛才幫我接不到車子 又趕著去郵局 阿Jack見到車子 我去順便把我送回來 你說甚麼都行 無緣無故做甚麼要去郵局 你上次在甚麼機車 見到這件衣服, 你說喜歡 我專門寄人寄我來給你的 生日快樂 不要這樣, 生日不准生氣 公司的事慢慢解決好嗎 不像你 我真的很累 不怕, 有我在 這是甚麼?送給我的 阿…Steve送… 阿…好漂亮呀, 卡片盒來的 以後你可不可以用 不…不會 可…可能我… 我以後都不用用了 別再喝了, 還喝 當然了, 離我吧 我知道, 我現在是雙殘人士 大公司怎麼會要我這種人 好天真, 我還打算跟公司去打招 好, 喝我一瓶, 去喝 是呀, Steve, 他是我問候你 他說他打了你幾次, 你也沒有腹肌 我看你沒有聲音沒有氣 他已經跟你跟公司請假了 我看看你什麼時候可以上班 你告訴他, 你說我不會再回去那間公司 你不是這樣就想放棄, 是不是 我不會放棄 我知道, 我對我老婆還要負責任 那你也要向自己負責任 你現在看你的借樣子, 你振作一點 你一旦在這個世界裡, 你也要面對現實 行了, 我們做朋友也希望你鼓起勇氣做人 我現在最想的就是找一份新工 是呀, 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在醫院做的 他說開了一個新的部門 是請馬極廷的 薪金比較小 如果你是不介意的, 怎麼可以試一下 好, 我們會幫你把薪和花紅都跟進去 你放心吧 謝謝 別客氣 Roy, 有高咒, 恭喜你 我都說你是聰明的 有甚麼難得你呢 如果你不是在我們公司做的 真是我們公司的一種損失 不過, 人各有智, 沒辦法 好, 我們有時間, 出去喝茶 老…老婆, 送給你 好漂亮呀 今天有甚麼大日子呀 今天不是有甚麼大日子 不過有兩件事要慶祝 第一就是我找到一份新工 真的嗎 那好吧, 我今晚請你吃飯欽祝 好呀 那第二件呢 第二件就是我駕駛車 你幾天駕駛車呀 你小心點呀 不用怕, 這輛車全部改裝了 我駕車比以前更厲害 這段時間, 要不然你在我身邊 我可能以後也站不起來 你知道就好了, 誰叫我是你老婆呀 你知道就好了, 誰叫我是你老公呀 你很小餓呀 你yond of love 只是我半生 是我觀念最深情人 好哥呀 嗯 這裳兒真的挺可愛的 是你以愛感 是呀, 這樣又甜 你落裡也將心結構 嗯 我們回家了 事是你的真心 令我錯落了 不用這麼早 我們每個人都想身體健康 不過面對著一些突如其來的疾病 我想大部分人都會束手無策 就像今集的主角一樣 一夜之間他失去了健康 也失去了一定程度的工作能力 雖然回到昔日的工作崗位是有點難度 不過一個人只要有手有腳 又有心地繼續工作 一定會有合適的工作崗位 讓他在職場上再次發揮 問題是我們有沒有一個完善的制度 去保障這些員工呢 我們都見到譬如有些患了長期病的僱員 到他康復之後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 可能會被僱主刁難 例如說可能將他本身的工作門檻刻意提高 令到他更難達標 亦都有機會 可能會調配到一些部門 想拿到佣金的機會 是非常之難的 那個僱員其實面對的就是 就算你的工作仍然可以繼續做下去 不過你的收入會減少了 或者你的工作表現平衡 隨時會因為工作要求或門檻轉變 而被評更加低的級別 在這些情況 其實都是一種對於有病僱員來說 是一種歧視 僱主如果刻意去更改工作條件 或者令到待遇變差 去針對一些曾經患病或正在患病的僱員 其實也是有機會抵觸了 這個殘疾僱員歧視條例 員工可以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 以民事索償的形式 拿回自己的合理公道 我知道, 我現在手腳說話沒有以前那麼好 但是我不努力嗎? 但是這些公司的新政策 上條街大樓我也沒辦法 每個人都試過病 如果因為病而影響到工作的話 其實心裡真的挺難受的 一來可能會影響到身邊的同事 公司的運作感 二來病完之後 自己又要處理一大堆堆積的工作 其實真的挺麻煩的 不過如果在病的過程裡 得到身邊的家人、同事 上司的體諒和配合 相信事情會比較容易 據我說, 保持著良好的生活習慣 和強健的體魄 多忙、多複雜的工作 大家都會有力量去面對 而長者, 保持著良好的歷的活動 還有, 在! 保持著良好的生活習慣 有齊全職、兼職、合約、臨時工等等的工種 每個人都有自己選擇工作模式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入職的條件 又可能是因為工作的能力 也有可能是純粹因為自己 對工作和生活平衡的一個取捨 我們也一起看看 不同打工仔在不同的工作模式裡 如何在同一間公司裡掙扎求存 字幕視職、劉敦、承諾、偉盤、旋矮 練習、劉敦、控宗、銀行、bst賞、大家好 我是有居安的只是木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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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